佛光照大地发誓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2022年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日前是由大洋洲来接棒 300多位的跑者 齐聚在澳洲南天寺 还有南天大学 他们透过了跑步 来宣扬吃素救地球的理念 而活动所募得的经费 也将全数投入植树运动 来打造人间净土 穿上蔬果装 去为开跑大洋洲将近350位跑者 接棒欧美 展开2022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三公里路线横跨南天大学 以及南天寺 我们是来自南雪梨佛光园的 今天我们来南天寺参加 Vitger Run的活动 我们总共有100多位的 信众干部童子军来参加 非常兴奋地在这里 去防止气候变迁 迈开步伐延缓气候变迁 因为活动募到的经费 将会全数投入植树 也透过大家一步一脚印 宣扬吃树的好 吃树就是可以减碳 但我们不能完全交别 每天都吃树 但是尽量地尽量地吃树 会让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超想铜锣宣告三公里完赛 收获满满成就感 不过跑者们可不是空手而来 我们建设这些树 帮助我们支持这个活动 如您可以看到 开始前包括乌龙岗市长 当地多元文化社区委员会理事等 贵宾云集 一同见证 国际方会 C首绿色公益基金会主办 国际方会 雪梨协会 乌龙岗分会 南区分会 还有北伊分会承办的公益路跑 一同响应 新云大师 环保与新宝 另一位是澳洲雪梨 总和报道